大家好,我是邱振宏医师 那我们今天要回复一位频道会员的一个问题 他的名字叫明黄元 明黄元你好 你提出的问题是说 你想要增加乳清蛋白 可是你有乳糖不耐症 要怎么样来增加乳清蛋白的摄取 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可以不可以喝无糖豆浆 如果你希望增加蛋白质的摄取 无糖豆浆它是植物蛋白 虽然它的好处就是没有胆固醇 但是说实在的 对于你锻炼身体 你肌肉量的增加 还是以动物蛋白比较优选 里面的完全蛋白质会比较丰富 因为你说你有乳糖不耐症 你问说能不能摄取乳清蛋白 正常的乳清蛋白里面一定有乳糖 牛奶可以分成乳清蛋白跟落蛋白 乳清蛋白叫做快速蛋白 落蛋白叫做慢速蛋白 就是吸收的快慢 那你一定是要摄取乳清蛋白 因为它是快速蛋白 可是乳清蛋白如果没有特殊处理 一定还有乳糖 那你有乳糖不耐症的话 吃起来就有可能会有腹泻的现象 如果不希望这样的状况 有两个选择 我们的频道已经推出会员制度了 如果对邱医师这个频道 邱振宏谈健康有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加入会员 邱医师会有很多福利给我们的会员 希望大家都来加入 第一个选择就是乳清分离蛋白 乳清分离蛋白里面的确啊 那个乳糖的成分非常的低 第二个选项叫做水解乳清蛋白 我查了一下 有厂商在卖水解乳清蛋白 里面也是完全没有乳糖 那这样的话呢 你吃起来就不会 因为乳糖而导致一些乳糖不耐的现象 可是我也帮你查过了 这两个东西都很贵 那个一桶一罐 大概都至少两千块以上 还有到三千块的真的是蛮贵的 好 那如果说你又希望摄取蛋白质 牛奶当中的完全蛋白质 可是你又不希望乳糖不耐症受到影响 你就觉得这两个太贵 教你一招了 吃优格就可以了 优格呢 你选择无糖优格 优格里面没有乳糖了 因为它就是把牛奶拿去发酵 一生菌呢 就把这个乳糖都已经分解掉了 所以它剩下的是蛋白质 发酵过的牛奶就是优格 你就选择那个少加糖的原味的优格 摄取到这个牛奶的优质蛋白质 如果你不嫌贵 你就选择乳清分离蛋白 或者是水解乳清蛋白 如果嫌贵 那你就吃这个无糖优格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试试看哦 这个很有用的 各位朋友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 请在下面按个赞 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 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 请按订阅 下回见